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军事化的航空公司 军事化的管理会让你想到什么? 会让你们想到什么? 你们可能会想说 军事化管理 该不会要像军人一样吧? 该不会 可能 你连讲一个字都有上头 然后完全的对你很大小声吧 那该不会 可能在 你可能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都必须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层层的询问 才有机会可以做这件事情咯 这个或许是你们对于 就是厦门航空军事化管理的一个小误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则新闻有带到 厦门航空为什么会叫做军事化管理?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其实厦门航空军事化管理 他那时候在有特别的提到说 为什么我们公司会军事化管理? 因为他认为 厦门航空的乘务员 不管是在面对什么样的乘客 面对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 他会知道要怎么处理 而且整个航空公司的体系制度这么的完善 那他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资源 也是因为透过了军事化管理由上对下 所以让他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会知道要从什么地方找到各个方面的资源 那你一定会好奇啊 那厦门航空的军事化管理 到底有哪些? 你看哦 这边有提到几个 早睡 然后早起 早读 早餐 晚自习 你看到这五个字 五个特色 你会想到什么? 你会想到 想到什么? 会想到什么样职业的人 会想到什么样背景的人 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想说 早睡、早起、早读、早餐、晚自习 这怎么那么像学生呢? 没错 其实厦门航空会希望把每一位 就是乘务员都当做自己的学员 那把厦门航空当做是一个大家庭在照顾他们 他会希望 我今天厦门航空培训出来的厦门航空乘务员 我上机遇到状况安全处理的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安全 那我在飞机上真的遇到了 接生新生儿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因为有透过我这样子的 一直反复的练习 反复的操练 然后让他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 知道要从哪里找到资源 怎么样去处理 这个就是厦门航空的一个军事化的 其中五个很大的特色 那为什么他会坚持要实行这样子的管理范围呢 其实主要你试着想想看哦 当你向线飞行成为一个乘务员之后 你想你在上面你是不是就必须要跟你自己的团队一起单打独斗 而且完成这一趟航班 然后呢你就想想看你们在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那万一如果在上面遇到问题 然后飞行完之后 你觉得啊 我今天又多完成了一 在航班上又多完成了一件事情 可是我现在就是心生俱疲 我觉得我现在好累哦 然后下一趟的航班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你觉得厦门航空会希望培运出来这样子的乘务员吗 他当然不是他当然不希望 他会希望他培运出来的乘务员是什么样子 是有透过军事化的管理 是有条理分析的 那真的在航班上遇到问题他知道怎么处理 那真的遇到问题他处理完之后身心俱疲的时候 他知道要怎么样透过平常的生活习惯 平常在培训部训练的习惯 然后带到他现在就算飞行了 他也都还能够非常的去适应上线飞行的 各个面向的心理层面啊或者是生理层面 所以他就是希望学员有良 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啊 或者是一个职业化的行为规范 然后培运出来的航空业队的人才 对吧所以他也会希望整个这样子让别人觉得 刻板印象的军事化管理哦 大家可能听到军事化就啊军人 对吧但是其实这样子的管理制度 会因应到你未来你想你上线飞行之后 就真的跟那些可能大家听到的乘务员 啊我今天要去买名牌包 我今天要去哪里玩 我今天要怎么样 我今天要可能 呃今天在那里玩的时候我买了什么东西 或者是我今天下班了 我就每天睡然后睡到隔天 但是你想这样子的生活习惯 长期飞行下来 你觉得你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住吗 下满航空就是希望你平常养成这样子好的习惯 那未来对应到上线飞行之后 你会想着不行 我们下一趟航班还要执勤 我这一趟我可以玩 我可以到处去玩到处买东西 可是我要注意啊我明天大概几点要飞行 我要注意时间我要回去休息了 我不可以再就是玩的那么就是疯狂 那等到我上班的时候执勤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有精神 他主要是希望未来孕育出的成务员是这样子的 那你也会想说那家庭背景 你要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家庭背景 我又不是军人出身 啊我在学校的时候 以台湾的教育来说 可能老师都蛮 对学生来说都 就是对学生来说都蛮民族 他可能就会觉得 诶你今天想做什么 然后好你跟我老师说 老师就让你去做 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 其实思琳老师有帮你想到了几个 你的家庭背景 还记得吗 刚刚思琳老师有特别提到说 厦门航空非常的注重家庭背景 在自我介绍里面 你可以特别提到你的家庭背景是什么样 你的爸爸妈妈的职业是什么样 他会认为 诶这样子的爸爸妈妈 那教育出来的小孩 是不是也是这样 就相对于 厦门航空 诶 利用了军事化管理 好的管理制度 那运用出来的乘务员 是不是也是这样 以这样子的体系 在了解 或是更深入 诶你是什么样层面的考生 那思琳老师帮你想到的背景 可能你的爸爸 可能你的爸爸会是警察 警察 为什么警察 因为警察 你要当人民保姆之前 你是不是必须前面都要过很多层的关卡 而且在训练的过程当中 什么最重要 体能最重要 对吧 你一定是经过了体能的训练啊 当你遇到了坏人 遇到了谁 你才有那个体力 跟你的身心状况去应对 你到时候遇到的问题 那警察 可是你想 你爸爸有警察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但你想哦 如果爸爸平常都有在训练小孩 训练自己的 如果平常爸爸都有在训练自己 要求自己 那相对来说 他也会希望他的小孩 孕育出来的小孩 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背景 不一定是要警察 但是他会希望他自己以身作折 那小朋友也会跟他一起做 对吧 那再来是军人 军人 军人当然就一定是 军人就是他在军中生活的习惯 然后军中可能大家对他的要求啊 他也会相对的希望说 小朋友如果我要求了你 你可能就会非常的知道说 你自己的自律性在哪 知道什么时间点 你应该做什么 什么时间点 你应该要自己去处理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就是你的爸爸 如果是军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你的爸爸是教官 他平常在学校要管这么多的人 那如果说你是他的小孩的话 他也会希望说 诶 我教会出来的学生是这样子 那我的小孩是不是也可以更好 是不是也可以就是依照说 我今天有特别跟你说 下一周你要期末考期中考了 那你是不是提前一个礼拜 就要有一个预备周去复习去学习 对不对 这个有可能是教官 他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会需要去思考的点 那他也会带入小孩 自己的小孩里面 让自己的小孩也有养成这样的纪律 那你会说 接下来当然就是校长啊 因为校长反而是管理一个大团队 那他当然也会跟你说 更多有关于学校的时候 遇到事情的面向啊 那你会讲 诶 欣妮老师 你为什么会提到医生啊 医生有相关军事化管理吗 你觉得有吗 有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会说医生有军事化管理 你们知道吗 可能中医师啊 他对于自己的身体保养 非常的在行 也非常的在意 他会了解 诶 什么样的季节 应该搭配什么样的药材 那什么样的季节应该吃什么样的补品 所以他就会带到 他就会 曾经就有 曾经老师就有遇到 遇过一个朋友 就是他呢 就有曾经说过 诶 他的爸爸是中医师 然后他都会要求他在 春天 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然后针对四个季节去吃补品 那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军事化管理一个好的习惯 也是嘛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个 这些 背景 你都可以把它融入为军事化管理 如果假定 Sini老师举医生这个例子 好了 你就可以说 诶 主考官好 那我的 爸爸呢 是中医师 但是我们家有一个 我认为非常好的习惯 也让我现在的整个状况啊都非 身心状况都非常好 就是我的爸爸有一个习惯是 他会要求我们每一个季节都吃不一样的补品 然后要依照每一个季节吃的东西会不一样哦 这是我爸爸会要求我们做的事情 相对来说 我了解厦门航空的军事化管理 我知道说 诶 厦门航空的军事化管理 也就等同于我的爸爸一样 是为了小孩好 为了未来孕育我们成为好的乘务员做准备 所以呢 我有这样子的背景 那未来我进入下门航空之后 我也能够适应 对吧 你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的背景 然后带到这个军事化管理 那你未来呢 他也会想知道你能不能适应这样的军事化管理啊 因为大部分的人对于军事化 就是刻板影响 他会觉得天啊 这么恐怖的地方 我该不会进去就像被关一样吧 或许有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假设 但如果你知道 其实厦门航空军事化管理背后的目的 跟他主要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乘务员 你就会了解 哦 其实好像这也带到就是我的爸爸他以前这样子就是跟我们说中中医每一个季节要吃什么样东西是一样的意思 那警察的话呢 你就可以特别的提到说 我的爸爸平常都会锻炼我身心 但你有的时候你要讲的具体一点 怎么样具体 你可能就会说 哎 在几个月之前 我的爸爸呢 就会训练我 每一周要去可能公园 我们家附近公园 跑步三次 因为他认为 跑步慢跑可以让锻炼自己的身心 然后在学习啊 在训练各方面都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 那也因为这样子让我现在的整个身心状态都非常的好 而且就带到军事化管理的这一个层面 那你就会知道说 哎 那我也知道厦门航空军事化管理 那我未来进入厦门航空也都能够更适应 所以这就是厦门航空军事化管理 这一则时事 你可以用什么样的背景 然后带入 而且你要知道厦门航空的军事化管理 不是像其他外面人说的刻板印象哦 你一定要知道 那接下来呢 你一定会想要了解 哎 那Sinney老师曾经在厦门航空待过 那Sinney老师一定也会知道 哎 厦门航空的军事化管理到底是什么 我也想要知道啊 应该不单单只是上面提到的 早睡早起早读早餐跟晚自习吧 这么像学生吗 那接下来Sinney老师就要带你进入 哎 Sinney老师 进入厦门航空的时候 的军事化管理到底是怎么样 来 你们看一下 这里有这么多 这么多对吧 那这么多的里面你会想说 啊 排队领餐哦 这么多人 啊 晨跑 好 无睡法 无睡法 无睡法是什么意思啊 无睡法 其实那时候 厦门航空有一个非常非常注重的卫生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啊 一个好的乘务员 在绑头发的时候 我们会把妆法整理得非常的完善 那当你真正上线之后 你们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帽子 其实厦门航空的标榜制服就是 一个蓝色的裙子嘛 连身裙再配一个 就是小白鹿的帽子 那那个帽子呢 会在你上线平飞 要公餐之前 也就是飞机要起飞之前 就会请你把那个帽子摘掉 那你把那个帽子拿下来的时候 你的头发是不是会瘦到 那个帽子刚刚压着啊 或什么 然后就会有一些毛毛躁躁 那厦门航空是认为哦 如果你那个头发毛毛躁躁 你上线就是在公餐 公乘客餐点的时候 那个乘客餐点 会不会哪一天不小心 就看到了一个小碎头发 对吧 所以他会希望说 每一个乘务员呢 你在装发头发上面 你如果能够使用发胶啊 把头发固定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一些卫生的问题 这是厦门航空非常注重的一个环节 但是你一定会想说 哈 我这样子之后 不就每一趟航班我都要喷发胶 喷到枕头 然后晚上洗澡硬邦邦的 啊长时间下来 我不就头发全部都 全部都已经那个可能已经秃头了 你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虑 就包括我们之前 刚进入厦门航空的疑虑是一样的 但是 心理老师要跟你们说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法宝 这是厦门航空有史以来 应该算是其中一个历史使用的 非常好用的法胶 你们可以猜猜看 这个法胶到底是什么 是 买一个牌子 然后要去哪里买 怎么样对不对 但其实那个到处都可以买得到啦 你知道那个法胶是什么吗 是啤酒 因为那时候我们上线的时候 每一天都要喷法胶 有一天啊 就是戴飞的师傅就跟我们说 诶 不要每天都喷法胶 你这样每天喷法胶 法质会变差 你之后每一天 每一次出门之前 就是把那个啤酒啊 就倒在手上 然后这样稍微抹一抹 然后抹到头发上 一开始经理老师也想说 嗯啤酒 你在飞的过程当中 不是就会有乘客说 哎呀 那啤酒味怎么那么重 当然会有这样的疑虑嘛 但是后来发现 其实完全不会 而且重点是 那个啤酒非常的牢固 然后呢 那个就变成 厦门航空飞行的一大特色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会有跟飞教官嘛 那跟飞教官来的时候 乘务长就会提醒大家说 哎那个今天有跟飞教官 等一下那个啤酒 要记得抹多一点 这个时候你就要听得懂哦 什么叫啤酒抹多一点 你一定心里想说 蛤啤酒 那会不会大家都上线 飞酒喝啤酒 其实不是 是啤酒是下门航空第一 呃非常 就是 呃非常好用的一个 就是其中他们认为 非常好用的法胶 而且又可以让你的头发 非常的 发质非常的顺 那再来 你们会看到 上课 上课的手机还要回收 然后禁止搭电梯 周一至周五 不能叫外卖 然后晚自习还要到八点 你想说 蛤天哪 我今天已经上课 上到五点了 啊吃个饭休息一下 我还要晚自习六点到八点 然后呢 晚上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九点的时候 你还要必须进行点名 为什么要点名 因为他会希望说 诶 整个下门航空的乘务员 都能够在 该睡觉休息的时间 就要休息啊 那你是不是就不应该 再去外面乱跑 或是可能遇到坏人 对吧 那再来 这些东西 你可能会想说 哦 我看到了这些 Sindy老师 你是怎么度过来的啊 这些 是不是真的这么的 是这么的累 但其实 你知道吗 那一次啊 可能 所有的教官 在发布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要跟我们说 啊其实下门航空 你们也知道 军事化管理 那军事化管理的项目 不外乎就是这一些 那你们台籍的乘务员 就是进入了我们下门航空 也相对的来说 你要了解 哎 下门航空的这个文化嘛 那你能不能够适应 其实那时候 所有的教官 在讲这一些的时候 可能台籍的乘务员会觉得 哈 这么多哦 可能我在台湾从小长大 都不一定需要做这些 怎么这么累 对吧 可能台籍的乘务员 心里会这样想 但是哦 Sindy老师就观察到 其实陆棋的乘务员 完全没有任何的 觉得哈 的这样子的字眼 他们反而觉得 好像是理所当然 所以有一次啊 私底下 金颖老师就有去问 就去了解 陆棋的乘务员 就问说 你们听到这一些的管理制度 你们会不会觉得 非常的痛苦 或者是觉得啊 怎么这么的累 那么多的规定程序 那他们就 他就有跟我说 其实他觉得我们台籍乘务员 已经够幸福了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要求的更多 他们可能要求的 比我们现在的更多之外 但是他们说 因为他以前啊 小时候的背景哦 是来自于乡下 他小时候必须要 花一个小时走路的时间 才可以到达他的学校 所以你看他们有这样子的背景 那对应到这个军事化管理 其实他觉得这样的军事化管理 对大家都是好的 我就问说 欸 为什么 因为所有台籍的乘务员 都觉得这样好像很辛苦耶 但他有讲到一个重点哦 他是说 这些军事化管理 如果你往后推 你想象一下 你现在正在上线飞行 你会不会遇到 你今天飞行累的时候 会吧 那如果你平常有养成这些习惯 这些纪律 那你未来上线飞行的时候 你就不会非常的措手不及 觉得说 欸 怎么好像在培训部 好羡慕在培训部的时间哦 在培训部的时候 怎么感觉很轻松 那上线飞行的时候 怎么跟我想象的都不一样 怎么这么累 然后直行完航班之后 隔一天可能又要再直行航班 所以呢 为了要让你们这些 可能上线飞行之后 乘务员可以达到 欸 生理心理都能够非常的好的话 所以他平常就有养成这些习惯 以备你未来上线飞行的 不时之需 这样子 你就不会觉得 欸 军事化管理好像很辛苦 但你想哦 这一些其实 现在 心理老师经历过了这一些 我真的不得不说 你上线飞行真的帮助非常的大 而且其实这一些它是有特别的 你想哦 你9点的时候点名就请 你平常 是不是12点 1点 2点 3点才睡 那你如果9点睡 你会想哦 怎么那么的早就要休息 可是你想你隔天 真正在执行航班的时候 你是有很足够的睡眠时间 在执行航班 你的精神状态也会非常好 你精神状态好 你在飞行的时候 应对乘客的时候 也不会觉得 啊 怎么这么累 然后身心俱疲 所以不要再觉得军事化管理好像很恐怖 但其实你相对来说 对于陆籍的乘务员来讲 他们会觉得 这些对他们来说 其实都是很好的训练方式 那相较于台籍的乘务员也是一样的哦